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校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香港僵局将在哪儿如何化解 香港的抗争已经半个多月了 几经起伏 目前陷入僵局 从学生方面看 梁振英不下台 人大决议不收回 不会甘休 从港府和北京方面看 既不敢动用解放军 又在人大决议上不松口 最近几天又爆出梁振英受贿丑闻 但廉政公署调查和立法会弹劾 可能会花费一段时间 更重要的是 中共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 那么香港的僵局究竟将在哪儿如何化解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香港的僵局将在哪儿 从学生和市民来看 当然他们代表了香港民主发展的动力 代表了历史和文明前进的方向 虽然是被张德江和梁振英逼出来的 但征朴选诉求符合香港基本法 符合一国两制 有八十万公投的民意基础 和平理性是正能量 学生和市民的坚持不懈 是解决僵局的关键和前提 这点是毫无质疑的 那么梁振英是不是一个因素呢 当然梁振英赖着不走 是目前僵局的主要障碍 是解开僵局的第一步 但不是关键 其受贿的丑闻 及种种镇压罪行 使梁振英下台已经成为必然 最快可能在近日广州经贸洽谈会时下台 但梁振英下台只是一个最低的条件 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 梁振英只是张德江的打手 是中共江派的一个出角 拿下梁振英还不是真普选 只不过刚刚开始 中共媒体呢 中共媒体的话 现在集体的一面倒 非常强硬地称 人大决定不可动摇 但我觉得这只是刘云山掌控媒体的一种统一说法 去掉刘云山之后就会转向 其实呢 中共江派是香港僵局的最主要的原因 香港事件的复杂性在于 港民真民主和江派搅局互相交错在一起 整个香港事件 就是江派不断地激怒港民 扩大事态 搞乱香港 迫使习近平出兵给习近平设下了一个陷阱 这样的话既可以绞杀民主 又可以用镇压罪责来逼习近平下台交权 但是目前为止习近平并没有中招 因此梁振英单方面取消于学生的对话 再次激起十万人集会 换句话说 要真正的化解僵局 必须收回人大决定 而要收回人大决定 必须清除张德江等江派人物 那么下面呢 谈一谈就是化解僵局的方法 化解僵局一方面在于港民的坚持 这是肯定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在于习近平的决断 习近平现在实际上有两种方法 一快一慢 快呢 就是快刀斩乱麻 江派一锅端 慢呢 就是温水煮青蛙 一步步来 具体说 慢就是通过 目前所做的 通过西方媒体来揭露梁振英腐败丑闻 然后呢通过立法会和联政公署去调查 同时将计就计 让张德江去换掉梁振英 然后呢慢慢的涉及张德江本人的罪行 也就是把打虎这种方法延绍到香港 然后再回到国内 这样做呢 旷日持久 夜长梦多 估计要一到两年 因为我们从薄熙来倒台 到周永康被抓 中间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中的变数太多 因此呢 温水煮青蛙显然不是上策 原因呢 在于江派随时可以利用在香港的势力 搞出大乱子 比如说买通黑帮 暗杀学生领袖 或者占中三子 激起更大的名分和冲突 这样就借机可以出动解放军 或者戒严 因此呢 民众代价很大 而且会使习近平成为历史的罪人 把习近平捆绑成为历史的罪人 另外习近平也会面临危险 习近平和王启山曾经多次躲过暗杀 但是江派我觉得今后还会干 因此呢 这种危险一直是存在 最后我想很明显的一点 就是现在国际社会 正在逐步的公布江派 和中共反人论的罪行 包括活在器官等等 那么到时候 如果习近平仍然在台上 不拿下江和不治罪江派 那么就会为江派而背黑锅 也就是说 温水煮青蛙不行 那么 快 也就是快刀斩乱麻 采取霹雳行动 这就是上策 用闪电速度 迅速地拿下梁振英 张德江 及江派主要人物 对梁振英而言 在港府连政公署调查和立法会弹劾的同时 直接走中纪委这条路 因为梁振英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嘛 是吧 完全符合中纪委抓人的这个原则 我想最快在近日广州 经贸洽谈会时就可以下手 对江派的主要人物 直接逮捕 直接逮捕张德江 刘云山 张高丽 郑庆红和江泽民 如同当年一举粉碎四人帮一样 然后党内宣布和全民攻胜 那最后谈一谈 进行霹雳行动的现实性 当然不用多说了 霹雳行动可以立即化解僵局 但是呢 目前呢 现实性到底如何 目前习近平我觉得有能力 有实力 又有民意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并窝有江派犯罪的确凿证据 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情 首先从能力来看 习近平掌握了军队武警 是吧 是军委主席 而且又是多个实权小组的组长 他和王启山在常委中占有多数 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第二证据 在整个的反腐打虎过程中 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江派的罪证 比如说贪腐罪 是吧 政变夺权罪 反人类罪 包括活摘法轮功学院弃官 是吧 还有淫乱罪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非常确凿的证据 民意 民众对江泽民犯罪集团的腐败 血债等 我想已非常的痛恨 判他死 那么有两次这样 江泽民死的这样一个事件 在这个过程中 民众放鞭炮 庆贺 这充恨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大趋势 东欧 苏联共产党 阵营的解体 以及现在朝鲜的变天 和活摘器官等反人罪行 将在国际上被揭露等等 这些都是有利于习近平动手的 那么也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在习近平的可以说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看习近平的魄力和胆略了 从表面看习近平受中央 组织原则和政治体制的制约 比如说目前的常委 七人分工制 张德江暂时还主管着 人大和港澳这一摊 另外中共也不允许 在地方政府出现真正的选举 也就是普选 这会带来一些连锁效应 但是呢 我觉得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观念一变 破除了保党情节 无往而不胜 习近平的父亲 习中勋曾经说过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顺应民意就是最大的道理 民意在你这边 你怕什么呢 历史地位千秋公罪 最终是由人民所判定的 而不可能 也不会由党所判定 顺应民意就是顺应天意 天灭中共 亡党就是天意 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一举粉碎江家帮 就是民意和天意 顺天意而行 必得天助 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